观众朋友们好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是纽约时间十一月三日下午一点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财经方面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为您带来的是一条突发新闻来自法广 文章介绍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刚刚闭幕 传中央候补委员重庆市委副书记任学峰罕见屈席 重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 因此引起了很多议论 而重庆官方媒体今天发文报道说 据重庆市任学峰同志智丧工作小组消息 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任学峰同志近日因病医治无效 不幸离世享年五十四岁 不过报道却没有披露任学峰去世时的更多时间以及情况 根据重庆方面的消息告诉星岛日报 任学峰曾经坠楼送医院抢救 而任学峰在去世之前曾经一度被指将取代刘鹤 并且空降重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二零一八年十月十八日 有报道称中国主要城市近期再次出现高层人事变动 其中的广东省委副书记任学峰改任重庆市委常委副书记 成为重庆前任市长黄岐帆之后的另外一名金融专家 也有分析表示虽然是属于评级调动 但是任学峰转任重庆之后将会有更大的上升空间 当时有舆论猜测 任学峰或将不久就出任重庆市市长职务 但是也有观点表明现任重庆市市长唐良智 是在二零一八年初才当选市长的 所以任学峰接任的可能性恐怕不大 而任学峰之所以被大家认为是一名金融专家 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呢就是任学峰毕业于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 不仅是在职研究生学历还是管理学博士教授以及高级工程师 而任学峰从业之后呢也多次担任有金融有关的职务 比如有长达十年的时间担任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开发总公司的领导职务 而后呢又担任了香港金莲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和党委书记 而且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商学院都学习 而且呢据说他的英语十分流利 在天津高新区任职时接待外商都不需要翻译 此外呢还担任过南开大学的兼职教授 也有消息说任学峰不但是给人强人的形象 也有很多跟美国人谈判的经历 而在任时不时地会见美国的政商界领袖 与对方商讨广东市与美国大型企业的合作事宜 对象呢由美国前财长保尔森 代表辉瑞制药以及AECOM等知名企业的前美国国防部长科恩等等 而在二零一八年七月份中美贸易战之际 由美国媒体远迎消息表示 曾经由美国人成功谈判经历的人学峰 也许会取代刘鹤出任中美全面对话牵头人 但是这却并没有发生 而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一四年 任学峰在担任天津市副市长期间 曾经与中共政治局的前常委张高丽 还有现任的副总理孙春兰共事 而二零一四年的时候时任广州省委书记万庆良涉滩落马 任学峰空降广东出任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 打破了近三十年来广州一把手都是由当地官员出任的惯例 而在二零一七年二月又兼任了省委副书记 在广东省委中仅次于当时的省委胡春华省长马兴瑞属于第三把手 而当时不到五十岁的人学峰被认为仕途前景一片大好 而香港明报当时引述广州官场消息称 任学峰为人非常低调 第一呢是吸收了万庆良落马的教训 不想做被枪打的出头鸟 第二呢是他空降使打破了广州书记由本土官员担任的传统 因此在官场中待人牵合不愿意多得罪人 但是四年任期中似乎也没有太大的作为 而在十八大后任学峰逐渐成为了中共政坛的一位新星 可以说是备受外界瞩目 在二零一年年初坊间曾有传闻称 任学峰可能在二零一七年上半年转赴北京中央部委任职 而二零一八年七月的时候也有消息传说 中共广州市前市委书记任学峰将升任广东省长 似乎呢舆论对于他的仕途总是充满了期待 而大家呢也一直把他视为黄岐帆的接班人 另外一名出色的金融市长 但是不幸他却去世了 接下来呢再为您关注到正在进行的东盟峰会 首先来看到彭博社的报道 文章介绍说美国商务部部长维尔波罗斯 对美国将于本月与中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表示乐观 并且表示美国公司很快就会获得许可证 出售给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罗斯说在爱荷华州阿拉斯加夏威夷以及中国的地点 都是川普和习近平可能签署协议的地方 他称协议特别复杂 并表示美国正在确保双方对双方达成共识的内容 有非常正确清晰详细的了解 在被问及交易是否按计划进行时 罗斯在曼谷接受彭博采访时表示 我们现在处境良好进展顺利 如果不出意外将于本月签署 但是也有可能月有推迟谁知道呢 总是有可能的 而受贸易突破迹象以及美国就业增长强于预期的影响 周五股市上涨刷新记录 目前双方的顶级谈判代表周五在电话中通话 并且表示这次谈判具有建设性 因为他们希望减轻贸易战中的紧张局势 现在这场贸易战已经破坏了全球的经济增长 这样一份交易将使中国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购买 保持其货币稳定 并向美国公司开放金融服务市场 而作为回报呢 北京方面希望美国免除将于十二月十五日 对包括智能手机在内的商品征收的新进口关税 参加由东南亚国家联盟主办的区域峰会的罗斯 对川普政府是否会终止十二月的关税上调 仍然不置可否 他还表示交易的进一步阶段将取决于中国方面的立法和执行机制 否则只是一堆废纸 而彭博社上周报道 即使双方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 中国官员也对达成全面的长期贸易协议表示怀疑 中国几个月来一直表示 最终的协议必须包括取消所有的惩罚性关税 并且对诸如国有企业改革等可能危害共产党统治的改革持反对态度 而川普已经将数十家中国公司列入商务部的实体清单 这阻碍了他们购买美国软件还有组件的能力 也阻碍了他们的出口 出于国家安全原因 在五月份的时候首次是针对了华为 而上个月又增加了二十八家公司 其中包括人工智能巨头商康 还有杭州的海康威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而名单上的实体在未获得美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 仍被禁止与美国公司展开业务 尽管有些实体通过国际子公司与背景公司仍然保持关系 中国政府已经表示将打击黑名单 报复美国而两家公司也否认有步伐行为 华为的副总裁爱德华周在周日早些时候 在曼谷举行的区域峰会上的讲话中说 对我们而言不存在任何网络安全问题 美国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一点 我们预计即使是在美国政府的巨大压力下 今年我们仍然能保持跟去年类似的不错表现 而黑名单也伤害了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美国公司 川普在六月与日本与习近平会面时表示 他会同意允许美国公司继续向华为出口某些产品 而在几周后川普表示他将加快许可证的审批程序 但是到目前为止许可证尚未授予任何个人或者公司 知情人士表示总统本月在与顾问的一次会议上批准了许可的批准 但是目前尚未公布更多细节 俄罗斯周日表示这些许可证将在不久之后推出 并指出政府已经收到了二百六十多项请求 俄罗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有些程序坦率地说实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也请记住实体列表存在拒绝推定 因此即使我们会批准其中的许多公司 但是对这些公司而言安全的做法还是要为为拒绝做好准备 而允许非国家安全敏感商品运输的业界主要论区之一是 华为可以从包括韩国日本还有台湾在内的世界各地的美国竞争对手那里 购买其中的一些组件 这呢是川普连续第二年跳过了东盟会议后 罗斯还为美国在亚洲的参与辩护 他轻描淡写了由中国支持的十六国贸易协定的重要性 这样一份协定的将降低占世界经济约三分之一地区的关税 而在会议结束时预计亚洲领导人将宣布该协议的一项突破 也就是区域综合经济伙伴关系 尽管事实性的争议仍然存在 而且条款尚未得知 但是在川普于二零一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 这样一份协定至少会填补美国留下的贸易缺口 东南亚是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而中国一直在努力克服中美之间持久的贸易紧张关系 带来的经济影响 罗斯说这一份东南亚的协议并没有什么 这不是一项自由贸易协议 既远不如TPP也远不如我们和日本和谈韩国的单独安排 因此我认为不要夸大其词 这其实是一项非常低级别的条约 下面再为您带来的是来自财新的一条消息 周小川是怎样看待人工智能对就业还有收入分配的冲击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其实他很少公开论述人工智能问题 但是前人民银行航长周小川却就人工智能潜力背后 对就业可能带来的冲击做出了警示 现在有几种说法说不用担心 就像昨天马云在吃饭的时候说的 也有很多新东西也就是公众出现 问题会自动解决 但是我们还是要想一想 周小川这样表示 在十一月一日与马云等一人一道出席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全球学术顾问委员会成立大会之后呢 次日周小川在该学院举办的全球科技发展与治理国际论坛上指出 有人说机器能承担越来越多的规程性工作 人以后都可以干创新性的工作 但是在我们人类的群体中 真正具有创新力的比例实际上不太高 很难想象以后人人都去搞创新 第二种说法是将来机器人去干苦活 人负责给机器编程 从而创造大量的编程工作 但是在周小川看来 真正能够干好编程工作的人 数量可能也是相当的低 而且可以想象一些简单的编程工具 会由机器自动化自己解决 不会把那些简单的编程工具留给人去做 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类收入两极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他称就是最高端人才对社会对生态有越来越大的控制力 而一般人的就业会更多的被机器所取代 三十五年前在清华大学获得工学博士学位的周小川表示 近几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 主要是在一种机器学习的方法 神经网络这样一个领域取得了快速的进展 但是还有一些过去和神经网络并列的若干种可能技术 比如类比学习 净化法学习符号学习 贝叶斯学习等 还有进一步研究 还有深入突破的可能性 而深度学习带来了模式识别 也称图像识别领域的最大进展 但是预期还会有非常广泛的发展和应用领域 周小川也表示 认同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科技部部长万刚所说的 所有学科之间相互融合和结合会带来更大的机会 而人工智能加上自己早年研究的自动控制技术 再加上信息通信技术会对就业产生巨大冲击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简单重复劳动会被替代 最近就连写新闻稿机器也可以做了 他还回忆十年前彭博商业周刊登了一篇文章 关于一个电器工程师最后如何转为医院的男护工 这样从有型部门向服务业的就业转移现象 今后可能会越来越多 而在经济学中历来有比较优势的说法 未来不只是人群与人群之间 也要考虑人与机器相比究竟有哪些优势 他说到当新东西出现之后 就会出现相对价格的变化 也可能会出现一种演变 有人的服务和与人沟通的行业缓解价格会越来越高 因为人们对它的价值会给出更高的估计 而机器提供的服务呢则会越来越便宜 未来可能在文化娱乐健康护理餐饮等营业 人会有更新的比较优势 而尽管人会寻找出新的比较优势 但是很可能却不会是收入很高的工作 因而收入分配差距仍会扩大 总之对这种冲击必须云以充分的重视 他这样强调 近期呢在美国总统选举预热过程中 就业还有收入分配都受到了高度的关注 而周小川表示当前世界上出现的贸易摩擦和贸易谈判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就业岗位还有收入分配的关注 因而公共政策必须对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予关注 公共政策需要考虑到底应该做出哪些响应引导机器去干什么不干什么 此外他也认为遗传学伦理学等各学科对此也是很重要的 目前也有不少电影在做各种各样的科幻设想 在十五年前有一部名为we will rock you的音乐剧 在音乐发烧友周小川看来是略带讽刺的 该剧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家名叫做music soft的公司开始通过人工智能等方法替代所有的作曲还有乐器演奏 而这家公司随后在全球收罗各种存在的实体乐器 把它们都埋到建筑还有水泥柱子里 这样实体乐器就慢慢消失了 导致很多喜欢音乐的人在全球各地寻找实体乐器 这个故事在周小川看来是很有启发的 考虑到人工智能对收入分配会产生的巨大影响 现在就需要研究未来对收入分配如何调节 他表示不仅仅对传统的公司个人争所得税 对流转环节增收征值税 未来还可能对机器征税 需要研究如何设定税机还有税率 近年法国带头欧盟开始考虑对数字服务征税 在美国却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这也是今年的G20还有明年的G20讨论都会涉及的问题 周小川表示经济学界和公共政策界在这方面 应该提早做准备配合研究 既更好的推动经济的发展 又应对未来的局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且继续关注本台的其他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